多肉植物最常见的繁殖方式有三种 叶叉、砍头和分珠 那叶叉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只要从叶片的根部小心的取下叶片 然后放在土壤上就可以了 比起其他的繁殖方式稍微有点费时间 但可以大量的繁殖 移栽或者浇水使掉落的叶片也可以来利用 所以这种方法是非常实用的 叶叉是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取下的叶片 它的伸长点是否完整 我们左右摇晃取下叶片的根部跟进部的连接部分分离 然后我们把叶片放到土壤上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浇水 放在闪射光 也就是没有太多光照的半音的场所就可以了 然后只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那通常凡是一碰叶子就掉的这种多肉 它的叶叉相对来说是非常容易的 比如说红枝月啊 白牡丹啊这些品种 因为它们在原生地就是叶子掉落 就是一种繁衍后代的这种方式 既然我们叫叶叉 也就是没有叉入土壤的必要 只要放在这个土上就可以了 叶片的根部呢也就会长出新芽 然后再长出这种新的植株 那接着呢当叶片的根部长到细根 打到一厘米左右的时候 通过这种喷雾的淋湿的方式来浇水 用喷雾喷洒当然也是可以 那最后一步呢 就是当旧叶枯萎 生出的这种新芽长到两厘米左右的时候 可以用镊子夹住 然后移栽到花盆 如果本来就放在像我们这种玉苗盆里的话 可以不用再在意再 只要把一些枯萎的叶变去除掉 然后空的位置上 然后铺一点土 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今天多肉叶叉繁殖 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谢谢